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时光旅行, 去看看历史上9月9日这天都发生过哪些大事。 从古代的战场到近代的新发现, 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看看这一天是怎样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 瑞尔曼战士在阿尔米尼乌斯的带领下, 的结果让整个罗马帝国都震惊了。 三个罗马军团全军覆没, 罗马帝国想要继续占领莱因河移动地区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 条顿宝森林战役是罗马军队历史上最惨痛。 独统之四起罗马帝国扩张的结束, 也深深地影响了瑞尔曼和罗马这两个文明的发展。 想象一下, 罗马士兵穿着厚重的盔甲, 在茂密的森林里艰难地前进。 突然, 瑞尔曼人的喊撒声响起, 无数只剑像雨点一样射过来, 罗马军队顿时陷入混乱和恐惧之中。 阿尔米尼乌斯的带领史上最惨了。 认知罗马军队的战术和弱点。 设下了一个自以命的陷阱。 罗马军队在狭窄的森林小径上行径, 无法展开他们的阵型, 成为了瑞尔曼战士的活靶子。 这场战役不仅... 如果轻敌和用错战术, 也可能会走向衰败。 罗马帝国在... 军事策略和边界防御, 调顿宝森林战役的失败, 使得罗马帝国发展和壮大, 这场战役的影响不仅限于... 化合社会的发展, 罗马帝国开始... 而瑞尔曼部落则在这场胜利中... 抗争,激励着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抵抗外来侵略。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不仅是为了记忆念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勇士, 更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 避免重蹈覆辙。 时间来到3337年,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拜占庭登基, 成为了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 作为君士坦定大帝的儿子,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肩负着巩固帝国统治, 抵抗外敌入侵的重要任务。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他统治时期, 罗马帝国东部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他积极平定了帝国境, 内的叛乱, 还和波斯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不仅在军事上表现出色, 他在政治上也展现了非凡的智慧。 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努力提升帝国的行政效率和经济实力。 然而,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要面对来自帝国内部的挑战, 他和兄弟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削弱了帝国的力量, 也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兄弟们同样是雄心勃勃的统治者, 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怨, 更是对帝国未来走向的争夺。 这些内部的纷争使得帝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显得更加脆弱。 尽管如此,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仍然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对基督教的推广和对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坚定地支持基督教, 他在位期间大力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 建立了许多教堂和宗教机构。 他的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 也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奠定了宗教基础。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统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但他为罗马帝国东部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141年, 在遥远的中亚, 卡特万草原上尘土飞扬, 西辽和葛罗路的联军与塞尔铸帝国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这场战争以西辽的胜利而告终, 塞尔铸帝国被迫退出了河中地区, 西辽成为了中亚新的统治者。 卡特万之战是中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 它标志着塞尔铸帝国的衰落和西辽的崛起。 西辽的胜利为中亚带来了新的秩序, 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两支军队之间的较量, 更是两种文化和政治力量的碰撞。 西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亚的政治格局, 也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西辽在中亚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促进了贸易和文化的繁荣。 卡特万草原的尘埃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成为了中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不仅是为了纪念那些英勇的战事, 更是为了理解中亚复杂丰富的历史进程。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513年的英国, 佛洛登战役的号角声响彻战场。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率领军队与英格兰军队展开激战, 最终战死沙场。 佛洛登战役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它以苏格兰的惨白告终, 詹姆斯四世的阵亡更是给了苏格兰沉重的打击。 这场战役也标志着苏格兰退出了欧洲大陆的事务。 一 1776年9月9日, 大陆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将北美各州的联盟正式命名为美利坚和中国。 这一天, 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791年, 为了纪念领导美国人民赢得独立战争的第一任总裁, 首都命名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特区不仅是美国的政策, 1850年, 在美国国会通过妥协。 Wood Movement的热潮也为日后加州 1886年9月9日, 瑞士 巴尔尼签署了 巴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目的就是为了保 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版权公约之一, 它为保护知识产权, 促进文化 1892年9月9日, 美国天文学家爱德华·埃莫森·巴纳德 在立刻天文台发现了木星的第五颗卫星, 木卫五。 木卫五是太阳系中最小的卫星之一, 它的发现为人类了解木星系统提供了新的线索。 1895年9月9日, 密谋刺杀日本台湾总督孔三资纪的台湾抗日人士, 吴德福在狱中处处自杀。 吴德福是一位勇敢的爱国者, 他用自己的声明表达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也激励了后来的台湾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好了, 以上就是发生在9月9日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从罗马帝国的兴衰到美利坚和中国的诞生, 从科学的进步到人类为自由和正义的抗争,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每一个今天都是由无数个昨天堆积而成。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